大家好 我是Donald 今天也是年初二 繼續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笑口常開 今天非常開心 有個網友 跟我們分享他住過的B&B 這次這個地方非常方便 因為他在旅遊的重地 在未有疫情之前 這個地方基本上 所有遊客都一定會去 因為這個地方非常接近愛丁堡的城堡 所以本身這家屋應該不止這個價錢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家屋也是物超所值 開始講這個B&B之前 我也想說一件事 因為最近收到有些網友留言 為何看的都是飲食片的 我就做了一個調查 因為其實我每天都會有一條片出的 我就扭著想會不會是youtube 有些片 沒有顯示在大家的首頁上 又或者他沒有通知大家 我就做了一個調查 在社群上 我做了大概幾個小時 就收到8票 原來也有幾多人 是沒有看過我有一些片 所以如果你想看完我的片 你在學過訂閱旁邊 有個小鈴鐺 記得按著小鈴鐺 全部就是這樣 所以每一次有新片的時間 他就會通知大家 又或者可以按我的頻道裡面 影片這裡 就可以看完我過往所有的影片 如果真的數一數 過往一個月 我就每一天都有一條片 差不多有40多條片 野食片和其他題目 其實我也覺得是挺平均的 所以這個 看一看你 如果只是顯示 飲食片在你的主要上 你就可以按回到我的頻道裡面 看回其他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照片 這些就是房東提供的照片 這個就是廳 這個就是房間 它的位置非常鄰近愛丁堡 一個很有名的城堡 以及Glass Market 這次我就和大家一起去實拍這個地方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 或者繼續追蹤我英國的生活的話 快點按like subscribe 有些什麼都可以留言給我聽 可以的話可以看一下廣告 有空的時候 按著playlist 讓它播放也可以 好 我們馬上去看一下 這個B&B 就位於Glass Market的附近 這個就是傳統的旅遊景點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 附近的店鋪都沒有開 如果住在這裡的話 都挺清淨的 環境也是不錯 人流就不算非常多 帶門一走進來 直走就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我想大概有一百多呎 沙發上面也很足夠一個家庭去坐 客廳看出去就是Glass Market 附近也是一個很著名的旅遊地點 也有很多商店在附近 不過現在鎖定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開了 在廳旁邊就會有一個儲物室 平時的時候就可以放些行李在這裡 這裏就是洗手間 它跟廁所和洗澡的地點都分開了 在廁所再走過一點 就是一間小房 小房也有備有一張雙人床 所以人床旁邊也有一個衣櫃 看出去的景色就是跟剛才聽到的景色一樣 再走進去那間屋裡 這裏門是開不了的 然後這裏就是洗澡的位置 它也有浴缸 浴缸也非常之大 這裏就是洗手間和洗手間的地方分開了 而廚房也蠻寬敞的 有了日常的煮食工具 微波爐、洗衣機、焗爐 還有四個爐頭 也有抽油煙機 廚櫃裡面也有大量的杯、碟、碗 你多住的話 煮食也絕對沒有問題 至於焗爐的用品都會準備齊 然後在廳旁邊就是一間大房 大房的時間 其實也看到跟剛才的空間大小 有些出入也大很多 還有一個大衣櫃 這間的V&B 會有兩間房間 一個客廳 一個家庭在這裏 就絕對沒有問題 今次這個網友 就跟我們再分享多一點 因為他最欣賞 就是這個房東的服務 因為每一次 譬如有什麼問題的時間 他找個房東 房東都非常之快回覆他的問題 就好像第一天去到的時間 他發現Wi-Fi好像不收得很好 然後房東就在第一天 已經安排了人 去跟他上門做回維修 第二天就送一個新的Wi-Fi盒 讓他們可以順利上網 這個網友就跟我們說 他就非常之欣賞這個房東 回覆十分之快 在我們看房子的過程 基本上所有設備都齊備的了 包括廚房的用具 又或者浴室上面的一些設施 基本上所有都有的了 如果是需要去買菜的話 那就要走大概5分鐘 就會到達Sanbury這間超市 如果真的需要買一些 譬如會不會有些 亞洲類的一些食品呢 那就可能要走遠一點 去回一個大學園區才會找到 可能都需要走回10分鐘左右 才會去回大學園區 買到一些亞洲的食品 今次這間屋 就在網上Airbnb的平台 就有257個評價 評分是4.71分 相對來說 對比我們上次的兩間 就不是非常之高 但是整間屋住下去都非常舒服 如果你想重溫之前我們看過的B&B的話 也可以按一下這裡 還有這間屋 就有兩間睡房 兩間睡房都配備了一個比較大的商人床 在一個廳上面 就有梳化 整間屋 基本上一個家庭 就絕對沒有問題 網友都分享多些 因為他家庭的樓下 就是一些店舖 店舖的時間周邊都沒有開 沒有開的時間 那條街都會比較靜 但是這個都可能是一個好處 因為他就是一個小朋友 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他就說 在上面 就算是小朋友 跳 其實都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這個他也是覺得住在這裡都比較安心和舒服 那在價錢方面 我就試了用3月1號check in 3月7號check out 那total要付的銀碼就是4200元 就大概是600元一晚 那如果你真的想租的話 你也可以按下我的價錢 看看合不合你的budget 我們跟房東和B&B 就沒有任何的利益關係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B&B 實拍到這裡 如果你想繼續追蹤我英國的生活 或者喜歡這條短片的話 按個like subscribe 有什麼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